接著是,哪個法案在1968年做了第一次,接著是1868年是第一次,之後1968年,即是42年之前,又再更加說了,就是中聖米爾 這些沒辦法了,又是死記的,這兩個個案,我們記住,Easton and Strabus,是會考的,另外Stone and Myers這個個案,亦都是會考的,Jones and Myers 我們看一看就最好了,因為是整段故事,我下一個就整段告訴你 這個Soning Act就需要disclosure,Soning Act that requiresdisclosure of property,facinity to hazardous,earthquake Vacinity to hazardous,是有害地震大,earthquake的fought的區 那這些呢,其實就是考英文多些,那原來誰是說地震呢,我們就唯有記住Aquillopriolo 那我們記得A-L-Q-U-I-S-T,Priolo,就是在說地震的 然後呢,就下一張,當在2006年的時候,聯邦的稅是有退款,它是退多少錢給所有那些物業呢? 那麼呢,在2006年,那個物業是不可以超過兩萬元,就是要兩萬元Under 這裏呢,是不考的,但是呢,我們學一下這些字,Exceed 呢,就是超過這個意思 就是學這些英文字,那就OK啦,其他的字不要理他啦 Income property tax can deduct下面哪一個,which of the fallen from their federal income tax 在聯邦的入息稅裡面呢,我們可以在下面哪一個呢,是扣出來呢 原來呢,這個就唯有記住了,Federal income tax 是可以,是收入的,有收入的房子 是可以扣什麼呢?首先是扣稅啦,Property tax啦,屋的稅啦,即是叫實物業稅啦 跟著呢,就是Prepayment penalty啦,即是提早給錢的罰金啦 跟著呢,就是depreciation,即是折舊啦,depreciate啦 那這些全部都是可以在聯邦的收入稅那裡扣的 跟著呢,下面哪一個不需要三個小時的 那答案呢,Finance 這條呢,即是說這個要三個小時,ethics要fair 這兩個呢,都是說一些很理論的東西啦,fair啊,ethics等等 那,agency也是重要的啦,因為agency呢,我們經常考的嘛 是說,喂大哥,你要忠誠啊,你要對它好 所以呢,這個唯有呢,我希望你記得怎樣回答呢 就像我們說的蘋果的橙桃桌啦 那Finance是零零四四一點 或是,其實這條都不會考的,所以不要記啦 下面哪一個廣告呢? 在一個,an advertising by broker that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he or she is the owner of the property is violation of the law 如果那個廣告是告訴那些人知道 那個經紀好像是自己的owner那樣呢? 那因為,他沒有給到那個... License number 那其實這些就叫blind ad 沒有...DRE number的 沒有DRE number,就變成好像他不是經紀 有DRE number,誰都知道他是經紀啦 那這條呢,我們都要畫一顆星啦 blind ad 是考的 至於這條呢,不考的 就是什麼呢?就是nareb是叫realist 那他不會考的啦 最後呢 這裡呢,就是一個三角形 其實這些都不考的 不過呢,我們講那個概念就算啦 就是... 200尺 乘120 這個area就是120乘200 除2 所以就是c 答案12000 我們來 我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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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